海巡自由总会东部分会为了体恤海巡同仁平时的辛劳 特别捐赠沙滩车一辆 在第二岸巡队沙东营区举行了捐赠仪式 由海巡署东部分署陈学良分署长主持 在东部分会会长吴建亨 以及执席秘书周湘华副会长林庆明 以及与会嘉宾的见证下圆满完成 东部分会长吴建亨表示 有感与台湾四面环海 随着国人青海活动的日益增加 救生救难案件也相对成长 又以SUB海上活动盛行救援案件大增 为体恤海巡同仁平时维护海岸治安 并肩负各项案记海域救援任务 促成了此次对于海巡署首次沙滩车捐赠的活动 那本次看到这个会长 为了我们关联海巡单位 见证的这个沙滩救援车 那刚刚来我们在会前 会长也特别跟大家说明 我们借由这个沙滩车的便利性 可以让我们在人民的救援上 可以缩短到20到30分钟的这个时间 就可以自己到很多的黄金时间 提高救援效果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一样 深深的感谢 东部分属表示透过本次的捐赠 能够让第一线的海巡同仁 能够更迅速及安全地执行各项的救援任务 另外也期望未来能够号召更多的民间企业团体 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共襄盛举 做海巡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